不过其实如果我们说移动的话 不论是塞车或是你走路 走路上班走路回家 其实都会很希望 如果可以居住在距离家里靠近一点 该有多好呢 而现在呢其实也很多人说 如果买房也都会把这个工作的这个地点 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但是在南韩最近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房价崩跌 房价崩盘南韩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跟通膨有关系 通膨之后就要升息嘛 其实南韩现在继续升级 目前的利率来到了3.5% 基准利率 连带呢利率增加了 买房成本就跟着上升 很多人付不出利息 连带就造成房价崩盘 首尔这个首都的地方 其实下滑了25%的房价 成交量也跌了将近七成左右 部分的公寓其实呢 其实也都下滑了30%到40%左右 但其实大家想说 哇这个南韩的公寓啊 或是这些豪宅 基本上真的可是有打到骨折来形容 但是呢 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 过去南韩有一句话叫做 南韩的房地产绝对不会跌 所以说虽然它现在还是在一个打折的状态 但是它本来的基准点就非常高 所以说很多的南韩民众基本上都还是买不起的 而且很多韩国的家庭基本上负债是非常惊人的 甚至呢大家很好奇说 如果这个南韩的房价崩盘的话 台湾有没有机会 不要说崩盘啦 崩盘不好 这个基本上其实可能对很多人的生计都会造成影响 但有没有机会台湾也打个折 降降价呢 其实林启超 这是国泰世华的这个首席经济 学家他就告诉说 其实台湾很难出现 第一个台湾的外围 还是有很多人等着买房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等着买房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还有成交的时间拉长 并不代表不会成交 这两个理由让他认为说 台湾不会出现房价崩盘的情况 高楼林立还有街道整齐优美 尤其韩国首尔江南区更是精华地带 像在这里买房跟台湾一样 恐怕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不过根据韩国不动产院数据 2022年南韩全国房价年减4.68% 创下史上最大涨幅 今年年头开始 甚至去年年尾的时候 开始就有一点降价的现象 然后现在韩国的整个 那个不动产的那些专家 就在预测说 下半年会更加降价 南韩国土交通部的交易资料显示 今年1月江南区25平的户型 以28亿4千万韩元的价格成交 比去年5月最高价39亿韩元低了10亿多韩元 折合台币大约2400万元 只知道就是利息一直都还算是蛮高的 所以很多很多人就就算房价掉了 也不一定买得起这样子 虽然有很多需求 但是那个利息还是蛮高的 所以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承受 那个利息的高利息的话 可能就是在房价再降 而且他们说的降幅度是很大 但是韩国本来的房价 其实它的出发点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它就算降了 就是比例年来说还多 对平凡人来说还是很贵 还是买不起的一种状态 在将近一年的房价下跌之下 遇上通膨 南韩年轻人压力值会越来越大 尤其从2021年以来 为了抑制通膨 南韩中央银行连续10次升息 将基准利率由0.5%上调到3.5% 加剧房贷利率上涨 房贷利率更是高达7%到8% 引发房价开始崩盘 首尔房价更是暴跌20% 在一个短时间快速升息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韩国的一个房地产就有大幅来做的一个修正 累积到现在 它升息的幅度已经到12 就3% 不同的银行房贷利率当然不一样 那他们现在普遍的房贷利率都超过8% 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大概就可以想象出来 对他们的房地产的这个影响 跟台湾的情况当然是很不一样 2020年到2021年首尔房价涨幅超过50% 没拼价格几乎仅次于香港 近期下跌主要来自于连续升息 不过对比台湾尽管在央行宣布第五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不过房价跌幅却不明显 简单讲这个市场民众基本的需求还是存在 民众基本的需求还是存在 那么政府纵然在6月15号 有一个选择性的一个信用贷款 7月1号准备全面来实施这个平均地权条例的一个打房的一个政策 但是结果会怎么样 还有待我们后面继续来做一个观察 台湾升息力道相比之下比较温和 而在选择性信用管制平均地权条例 对房市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成交量萎缩 加上台湾经济仍然保持平稳 专家坦言房价要下降不容易 那台湾累积到现在大概是升了3码 就0.75 所以1%都还不到 所以相对的对房地产的这个影响 就会很不一样 从去年开始它就有严重的这个出口的问题 就是它出口有比较严重的衰退 但是因为全球的通膨 所以进口的物价也是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它的进口增加的幅度非常的大 但是出口又呈现衰退 所以它就开始产生所谓的贸易逆差 那这个在过去韩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是很少出现的现象 全球经济正面临衰退期 南韩又因为升息出口呈现贸易逆差 又加上少子化的冲击 房价崩跌的态势恐怕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TVB的新闻 余星和刘军台北采访不懂 哇 相信大家对买房也都蛮有感 像威廉谢就说了 先买蛋白区再慢慢换到蛋黄区会比较适合一点 还有赖姓志就说 现在的房价要降价真的很难 以及呢 还有很多人 Ashley这个后援会 也说想啊哪一次不想 甚至呢 这个有人说 这个降价了还要2400万 真的买不起 我相信买房这件事情 这个预算 有没有存到头期款 绝对是大家心里非常觉得很难过关 而且觉得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但如果今天可以一元买房 半价豪宅 你到底要不要买呢 这当然不是在台湾 没有这么好 这是在日本 还有在这个北京 这个在日本就有个大卷夫妇 他花了一块钱 买进了在热海市的老别墅 他的占地有330坪 还有屋龄有30年 他把它改造之后呢 我们竟然估值 估价呢是有5000万 再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元空屋在日本 因为第一个地势比较偏远嘛 然后再来处理的费用明显偏多 所以不一定有这么多人去买 再加上日本也经历这个高龄化小子化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房产大部分是功过于求 然后呢很多专家就有人说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抱持投资心态去制产的话 你必须要去衡量出租还有脱手的便利性 等于说你买到可能维护的费用 反而会让你亏本 这是要特别注意到的 再来北京现在有很多独栋的别墅要拍卖 而且基本上是对折买 而且还没有人买 因为它是法牌屋 也出现了流拍的情况 主要还是跟他们的法牌屋市场慢慢透明化 整个价差的空间越来越小 是有关系的 不过你到底想要买房呢 一起来看 我出门采访的街坊一起来看 不要说买不起房子了 就连租金也都是节节上升 今天的看话题呢 带你走上街头 我们要了解一下 到底大家花了多少钱还有精力 在房子这件事情上 来北租房子的时候 大概你平均一个月都花多少钱 然后占了你的薪水几分之几元 大概一个月喔 两万多块吧 对啊 占薪水几分之几喔 那个时候吗 对 那时候应该会占到 应该有50啊 50%吧 我觉得6500在景美地区来说 算是便宜的 对 有特殊去 这个价格的部分 是你有特别去盘算过吗 还是这个 还是其实6500很难找 我觉得算蛮难找的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是在租屋 往上面看到有人他要转租 一间家庭式的租屋 所以才有刚好有这个缺额 有机会就是直接接手他的房子 大概两万多块 占三分之一吧 台北市的房租来看可能就要到 一万到一万三这个区间 有台北的啊 之后毕业会回来 只是看是住家里我就住外面房子 有在找啊 就外面的房子 可是台北都是差不多八千到一万二 还有到两万区的 对 就有点难找 因为我还是在高雄工作的话 就是就省五千啊 然后那时候有想搬来台北住 可是台北的房子都是一万起 就真的满可怕 而且有时候还只有四五坪这样 对 台北市的可能单人的套房 在高雄都可以租那种两到两人左右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真的很夸张 大概贵多少跟前几年一千 前几年喔 这样子有到10%吗 我就我之前住的地方贵了一千左右 对 就是很多 那你敢去申请那个租金补贴吗 我现在有申请 对 顺利吗 还没过 对 就是还有 那等他审核过 那基本上应该都会过 因为房东说 我这个房东说可以 对啊 因为基本上好像房东都不太会同意做这个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顾无销补还是 差很多喔 对 对 因为光是补助就两千多了嘛 所以大概已经少掉三分之一了 房租 所以就差蛮多 一年下来 有希望几岁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吗 嗯 应该是在三五到四十之间吧 对 其实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要去做看一下 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 家里的人不帮忙真的有点困难 大概你希望几岁可以完成这个目标 哇 四十千吧 四十千吧 赌看看真的有没有机会房价往下掉 有没有可能就赌那个几率而已 应该是很难会降下来这样 对 所以应该越快有能力越快越好吧 那你呢 你会希望几岁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要看我先生赚多少 会偏向买房耶 为什么 因为买房也是自己的就是资产这样子 那租房就是交给房东 你有希望几岁可以达成这件事 三十岁吧差不多 对 希望 三十岁那很早耶 太早了吗 因为一般来说大家现在会实际买房都是四十岁 那就三十二好了 再玩一下 大概现在可能要三十五岁的时候 买房子就很不错了吧 当然越早越好啊 我觉得没有一个时间 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 可是当然你有能力 当然就是赶快自产啊 不然你以后同样的钱越买越小的坪数 何必呢 对啊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